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灵居士天眼看因果 真相让人吃惊 一起来听 古代有的人自称可以和死去人的灵魂对话 或者在梦中互通信息 这种行为就叫做通灵 如今有些科学家也在不断地对通灵能力进行研究 比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就有一篇学术出版论文 提到了通灵实验的过程 结果证明了有部分人是有通灵能力的 而有一位国外居士就分享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五岁男孩不愿意吃喝 差点就见阎王爷了 这位通灵居士就通过天眼看到了其中真相 让人非常吃惊 这位居士姓冯 常年生活在国外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偶然间有了通灵的能力 常常被人称作冯菩萨 事情发生在1987年2月底的一个深夜 居士刚准备休息 忽然心中看见有人冒寒驾车而来 是一位大约30岁的女子 后座坐着一位微胖的老太太 抱着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 居士就准备好 先开了门等候他 看到来人立马就认出来 对方是邻居王老太太 当时居士心想 这么往赶过来一定是有着急事 这时候居士看到王老太太怀中的小外孙 满面病容看起来非常严重 于是居士问他 小孩子病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 老太太惊喜地说 冯菩萨你已看见了 这时他就说 别换我菩萨叫居士就好 因为王老太太一家总是称居士为菩萨 居士说多次请他们改口也改不来的 这样让居士有些无地自容 但王老太太说 凡是有慈悲心肠的就是菩萨呀 所以我也觉得你是菩萨 居士心想 和他再讲也没有用 还是替他看看小孩的病再说吧 这个小男孩 英文名字叫做菲里 今年五岁 他以前跟外祖母王老太太来过的 也是一个一见到佛像 就自动跪下和长拜拜的孩子 上次他来了 自己上前在佛坛下跪拜 奇怪的是 他并没跟外祖母住 而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一年前 他的父母随着王老太太来居士家拜年之时 王家 全家子女都拜佛 唯独这位大小姐及夫婿不拜 居士知道他们是天主教徒 他们两口子也不让孩子拜佛 所以那一次小菲利就不敢拜佛 可怜兮兮地贴在他母亲身边 眼巴巴地望着居士 那时候他还未满四岁 以后他们父母没再来过 而这一次 菲利的母亲也来了 这不能不说是奇怪 冯菩萨 王家大小姐刚坐下就哭了起来 连这位天主教徒也称居士为菩萨 真是奇怪 王家大小姐说 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医生说 要我们明天送他进医院留医 要施行全身麻醉 在身体上插一根管子进去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位虔诚固执的天主教徒女士 会这样谦卑地向一个佛教徒恳求 声泪居下 母爱在她心中已经战胜了她的宗教信仰 也战胜了她一向的自尊 她已经放弃了一切自尊 来向佛教徒求救了 她的母爱多么令人感动呀 大小姐泪如雨下 气不成声地说道 我儿子已经四五天不能开口吃东西了 医生看了几个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我祈祷天主 日夜祈祷也没有用 我眼睁睁看着儿子要饿死了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医生说要我明天送他住院 全身麻醉开刀检查 这多么危险呀 冯菩萨 我走投无路 只好叫我妈妈带我来求您了 冯菩萨 您救我儿子一命吧 她跪了下来向居士叩头 王老太太也流泪 也一同跪下向居士恳求 居士慌得连忙扶他们起来 不要拜我这凡夫俗子 居士说 拜观音菩萨吧 你们先去拜了观音菩萨 我来看看孩子到底怎样 我们祈求观音菩萨救他 不过如果你不愿拜 也别勉强 你不必改变你的信仰 为了营救儿子的生命 这位天主教徒母亲 听从居士的话 跟居士一起叩拜了观音菩萨 她的母爱是多么伟大 多么令人感动呀 她甚至于牺牲她的宗教信仰 只为了救儿子一命 居士深深地感动 心想必须救这孩子的命 孩子是已经五天未尽饮食了 再饿一天可能就会死亡了 居士闭目一看就完全明白 原来这孩子也是一个生来不肯吃荤的 她的父母疼爱她 每天给她吃肉吃荤 给她吃麦当劳牛肉饱 她拒绝进食 这一次她实行绝食抗议 只是不讲话 她拒绝开口进食 她的母亲给她喝牛奶 她也不肯开口 居士很感动地说 善哉善哉 这孩子是素会的 她是个胎理素 你们做父母的强迫她吃荤 她都不肯吃 这一次她是绝食罢工了 孩子的母亲说 怪不得她天天不肯多吃东西 给她吃多好的肉鱼鸡 她都不肯吃 只爱吃水果青菜 所以这样瘦弱 哪里长得大呀 她会饿死的呀 冯菩萨 求你救救我儿子一命吧 你们别哭 居士说 还好你们送来及时 要是拖到明天 恐怕就会饿死了 我儿子有没有救呢 大小姐哭问我 居士说 我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就能救她一命 且你别再哭 哭乱我的心 她连忙收累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居士看着 王大小姐很严肃地说 我不准你们以后 再强迫她吃荤吃肉 我要你们随她自己吃素食 还有 我要你们别强迫她信天主教 我要你们 由得她自己选择宗教 她喜欢拜佛 你们别禁止她 大小姐含泪说 我全都答应 只要冯菩萨 你救的我儿子的命 我自己也改信佛教了 居士说 那倒是随你自由 我尊重你的宗教信仰 外婆老泪纵横 把孩子抱给居士 看说着 冯菩萨 请快看看我外孙怎样吧 那孩子好可怜 不作声 不开口 眼泪汪汪 仰望着居士 这个孩子 竟以绝食来拒绝昏肉 这小小年纪 能不令世上许多人惭愧吗 居士说 你们别哭 孩子还有救 也用不着送医院 麻醉开刀 我马上就可以治好它 我一摸它就好 只见居士暗中念动真言 把心力注射给孩子 然后用手指摸了一摸 他的脑袋说 孩子 你可以开口了 你可以吃东西了 我给你果子吃 多谢冯菩萨 那孩子突然开口 他的母亲欢喜得又在流泪 居士抱他去厨房给他果子 又叫他母亲切开 菊成榨汁给他 居士给他喝 他都听话喝下 他母亲说 非常奇怪 他在家里 我给他喝 他也不肯喝的呀 为什么你给他喝 他就听呢 连医生给他吃 他也不肯吃的呀 居士不自答 并温和地为孩子喝橙汁 居士说 菲利你乖 喝下橙汁 你知道吗 你不吃不喝五天 会饿死的 你已经六七天喂大便了 我要叫你大便 不然你会种变毒的 孩子竟然全听懂 居士摸他的小肚子 等一下 你就会要大便的 后来看好之后 王老太太一家 谢完菩萨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没想到 刚到家没过多久 小孩就说 妈妈 我肚子痛 要大便 那天晚上 他母亲与外婆 赶着带他回家去 一小时之后 打电话来说 小孩已经解除了大便 而且也喊肚子饿 自己要吃东西了 我们听你的话 没敢给肉吃 只给果子和素菜吃 他都吃了 吃得很香很多 居士笑 我早已经知道了 你们放心吧 孩子没事了 明天不必送医院开刀了 观音圣诞那天晚上 居士在舍下佛堂 举行大拜拜 念普门品 居士并未通告 但是也自动来了 六七十人参加拜拜 他们都曾来向居士求援 居士带他们拜求观音菩萨 获得菩萨慈悲加批 拖出苦恶的 人人都有一段 观音拯救的奇迹故事 王家奶奶与子女都来了 大小姐也来了 带了小菲力来 大小姐跪倒在佛坛下面 跟居士一起念普门品 小孩已经痊愈恢复了健康 他跪在居士身边 合掌而拜 十分庄严 这小孩漂亮 可爱极了 宾克无不赞叹 每个人都在说 这个小男孩 差一点就去见阎王了 索性得到了通灵居士的拯救 都称他为活菩萨呀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因为吃肉而让自己受到折磨 可见这因果不虚呀 通灵居士听到之后就说 自己也不是什么菩萨 也从来没有很高深的能力 他向世人说这一切 都是佛带给他的 并且还说 如果要想拯救自己 唯有潜心修佛 多做善事 又忏悔心 才能消除自己的业障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